生肖茅台就是有那个双汤价值 当时一冲动就一下买了八瓶 后来一尝那个味道口感差一些 八瓶酒一共花了将近四万块钱吧 去年一月 孙先生在某知名直播间 买了八瓶生肖茅台酒 唯一唯抢到了优惠 谁知道却遇上了造新事 当时看那个价格比市面上 每瓶要便宜个一两百块钱 回到家就一直没动 然后呢过来这一年多钟呢 就招待朋友陆陆续去 喝了三四瓶 然后喝到第四瓶的时候 当时发现可能好像这个酒样问题 孙先生说朋友告诉他 像这种有年份的生肖茅台 倒出来应该颜色泛黄 而这瓶却很清澈 后来一尝那个味道 也觉得就是口感差一些 所以就产生怀疑 就是去那个茅台店去监定来的 当然也监定出来说是这个 这个酒是假酒 就这样 孙先生联系了直播间的售后客服 却被告知需要出去鉴定报告 但是呢报告呢 这个茅台又不对个人出事 所以我们只能协调商家和这个 让商家去找这个茅台店去要这个报告 但是商家现在是拒绝状态 针对此事 记者联系到了该直播间的工作人员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的话 商家给我们的资质包括的话 给我们的东西都是合规的 然后平台也是有一个需要的要求的 对吧 但是你肯定没有办法说 我能查到每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 就不排除一些其他的情况 该直播间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酒是第三方商家供应的 他们会尽快去解决此事 经过协调 9日上午 该直播间工作人员和第三方商家 与孙先生见面沟通解决此事 孙先生告诉记者 对方提出的退一赔三 他不能接受 因为之前承诺的是 想一赔时 截至发稿时 双方已达成和解 目前该直播间的供应商家店铺 已处于下架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